台灣有很多捲舌 我是 超標準 吃飯 吃捲舌 澳...澳...澳...澳大利 蝦腿 賀...賀... 不是蝦腿 可以嗎? 艾莎妳在台灣 歡迎收看艾莎艾亂玩 耶 這週呢也是 大家最愛的 艾莎的日式教室 還有 哪有 哪有 大家都很喜歡啊 我今天沒有女教室 今天沒有穿女教室的衣服 但是今天就是 也可以證明有真正會講 英文的老師在旁邊 今天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我的英文是沒有錯的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很多台灣人 最喜歡去哪裡旅遊 就是日本 為什麼日本就很近 沒錯 現在飛機也很便宜嘛 現在有很多廉價 海空 然後就可以很輕鬆的 可以到日本 看了艾莎日文教室之後 就更覺得說 我有信心可以去日本旅遊 因為日本人都聽得懂 我的英文了 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好 謝謝大家 就是可能你去日本買一些精品的時候 那今天就是想要學這些 日式英文的名牌怎麼說 好的 我想要先講 好 看老師聽不聽得懂 好的 準備完了嗎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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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要進入這個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我想要請你幫我 按讚還有點閱 還有分享 還有記得 那個小訂燈要開啟喔 現在要給你五秒的時間 五 四 三 二 一 開始 喔這個簡單 Louis Vuitton 但我唸的也其實是法文 喔是嗎 對 因為就它其實是一個法文名字 所以我後來也就沒有在 特別的用英文的方式去唸它 那台灣人最會唸成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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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是 LV LV 什麼 LV LV 忘記了啦 就什麼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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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V的發音耶 對它會發音 跟日本人一樣 日本人也沒有V W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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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日文是 LV 但是大家都會 就是通常日本人都會講說 Bidong 嗯對對對 我聽過 Bi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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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LV就給你了 對 Bidong 好 那下一個喔 好 Christian Dior 這也很簡單 是不是 對 聽得懂 Christian Dior 好捲喔 Christian Dior Or Christian Dior Christian Dior Roll 喔 這個是大家都很愛的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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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把那個最後最後的那個L 對的發音要講清楚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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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基本上其實10月要去東京玩 所以我其實才應該要跟艾蕭老師學一文版 好 那你跟我練一遍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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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равary Burberry 啊 他不是第3動 chanel Burberry Babarmy Babariv Babariv 可愛啊 我覺得這個old可愛 你幹嘛自己那個 autograph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QA 就是 念書很正確的 正確的怎麼念 Burberry 錯了 接近 為什麼大家都在笑呢 Burberry 畢竟我一直在台灣很久了 台灣有很多捲舌 我是 超標準 吃飯 吃捲舌 下一個 好 せーの Yves Saint Laurent 這就聽得很像中文 有羅蘭 聖羅蘭 Yves Saint Laurent 它也是法文 Yves Saint Laurent 對 它完全沒有H也可以 Yves Saint Laurent 對 因為R在法文是 Yves Saint Laurent Yves Saint Laurent Yves Saint Laurent 每次英文就會變成 Yves Saint Laurent 就是如果用美國人的發音 正常吃 台灣人都會很喜歡 YSL YSL 就像LV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去日本講YSL 不知道 大部分都聽不懂 YSL 日本人都會講Yves Saint Laurent Brugari Brugari 也有人會把綜藝放前面 Burgari 對 它的音質只有三個 對啊 三個啊 日本有四個 那是因為 因為那個中間可能其他的地方 地區的朋友會跳過的那個 日本人要把這個講清楚 布魯咖哩 藍色的咖哩 對 布魯咖哩 對 跳氣 共同常常會就是不管哪一個 會聊到的話題是什麼 就是好萊塢電影 對 就是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會看嘛 但是我常常聽不懂 大家都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人名 或許你也可以學日式英文的 好萊塢明星的名字的話 搞不好日本人覺得 你超有親切感 我們就變machimachi了 好 Arnold Arnold Schwarzenegger 這個 這個就算不管哪一個語言都很難啊 他的名字 Arnold Schwarzenegger Arnold Schwarzenegger 其實在日本 小朋友都會講說 Arnold Schwarzenegger 是嗎 對 他不小了耶 可能我小時候啦 不之前在小時候 那也很久啦 什麼你說什麼 所以日本人喜歡念整個全名 在日本的話 西方人的名字都會講全名 像台灣就會唸阿諾阿諾啊 對 台灣很喜歡給人家取什麼小朋友 奇怪的小朋友 阿湯哥 自己以為跟人家來說 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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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紅很紅很紅 Taylor Swift 對 台灣人取他名字叫 泰勒斯 泰勒斯 但其實他的名字是 Taylor Swift 他們叫Taylor 他的名字是Taylor 對 他的名字是Taylor 泰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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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vester Stall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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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vester Sylvester 為什麼有點台語 Sylvet Sylv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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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 超長的 要先深吸一口氣才可以講話 對 如果講話都累了 流汗流汗了 Leonardo DiCaprio Leonardo DiCaprio 你應該現在叫他把Leonardo跟 阿末跟那個 希惠斯斯特隆三個人合拍的一部電影 好 那今天呢 就是如果你假設 去了日本之後要觀金品 或者是跟日本朋友聊好萊塢明星 怎麼聊呢 今天我相信大家學得非常清清楚楚了 那今天呢 也謝謝Sylvia T-chan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Thank you very so much 同意大師まして は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Jan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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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